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个母体比例差的假设简定 基本的假设 我们先把这个常用的符号 先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第一个母体的比例 这是P1 母体的各位同学记得 补体的话就直接写P1 第二个母体的比例 直接是P2 然后如果说是抽出的样本 样本的比例 样本的比例 我们这个地方习惯 就是加上一个head 就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帽子 要不然就是写PS 这个是sampling 但是这样子写的话 跟one的话会看起来太复杂了 就加一个帽子就可以了 第二个母体抽出来的样本比例 是P2head 原则上P1是要去 我们去估计这个P1的 这个P1head来估计它 P2head来估计P2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对于这个母体的比例差 两个母体的比例 到底差不差得了多少 或者是是不是一样 那么我们都是用这个来去估计 这个抽样分配是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都以大样本为主了 这个是说小样本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难做 而且是比较不准确的 那么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告诉我们说 这个抽样分配 这个以前我们单母体的时候 都学过了 这个P1 就是这P1head的 它的抽样分配 它的期望值是P1 这变异数就是n分之PQ 这个是这个我们知道 这是nPQ 然后就除以一个 开根号了以后 就会n1分之P1Q1 这两个都一样 那么我们相减 它的统计量 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要用到的 就是刚好是什么 一样 相减的话呢 就是两个母体的 它的期望值就在这边 它的变异数就要合在一起 那么两个变异数的合 我们在母体比例差的 减定的统计量 我们常常用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是大样本 所以我们用的是Z 然后这个地方是 P1head-P2head 这边是P1-P2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因为原则上 我们是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S来取代 问题是S是怎么算的 这个是综合在一起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呢 这原则上来说 这是P1Q1 P2Q2 可是这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用的是 head来表示 那么我们重点是在这边 这是第一个状况 如果说 我们要检定的工作是什么 P1是不是等于P2 万一P1是P2 那么理论上 这应该要一样 这两个要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呢 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它综合在一起 就是做一个加权的动作 那怎么做呢 通通都把它改成P 怎么改呢 我们是用的是一个叫做 加权的方式 总共有N1加N2 那么 第一个的比例 跟第二个的比例 我们用的是一个 加权的方式来处理这个P 用PQ PQ 然后直接提到前面去 就会变成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 这是常常要用到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题目 看看各位同学的话 能不能够活用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公式 根据统计说 女性的吸烟的人口 有好像有增多的趋势 现在我们想要检定是什么呢 吸烟的人口的比例 是不是已经逼近了男性的部分 于是我们随机抽了200位男性 这是N1 其中85位 是什么呢 是有吸烟习惯 那么我们又抽了150位女性 30位有抽烟习惯 现在我们来检定什么呢 这两个比例是否 男生是不是比女生高 那这个题目 他的提议应该就是单位检定 如果是是否是相同 那我们就用双位 那么这个地方 似乎是已经指定了是单位了 那么我们把资料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 看这样会比较清楚 N1 200 N2是150 P1 hat是200个人里面有85个吸烟 150个人里面有30个吸烟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建立虚无假设了 跟对立假设 注意虚无假设已经说了什么 P1跟P2先假设相等了 相等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统计量 现在的话既然是相等 那么我们的P公式的话 中间的P要怎么算 因为总共有几人 350人 既然他相等嘛 相等我们就先混了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才不会偏差 所以这是总共有几个 200加上150 350里面有几个吸烟 85加30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混合出来的结果是 0.33 这就是P值 好 那现在我们的统计量 Z了 Z值呢 是多少呢 P1-P2 hat 来 这个 这是多少 是0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 因为P1-P2等于0 这个数字 来 我们要准备要带咯 来 我们继续等 等于多少呢 上面的值 叫做 P1 hat 减P2 hat 那就是 200分之 85 减掉 这是 5分之1 减掉0.2 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PQ 根号 N1分之1加 N2分之1 来 我们写一下 PQ P是几 我们这个地方用0.33 这个用0.33 这边就0.67了 这是N1分之1加 N2分之1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因为 两个P是一样的时候 这叫做PQ 那这上面的话呢 85除以200 我们算出来是 0.425 这是0.2 好 我们算算看 这个Z值是多少 4.43 到底够不够大 我们来看一看 正常的状况 今天是 单位检定 单位检定的话 是 0.05 各位同学 0.05的话 那中间是 0.45 那应该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解释一下 解释是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Z 这是Z的话呢 这是 1.64 跟1.65之间 所以这是 1.645 我们落在 红色的以上 那就是代表的是 差距很大 在这里就是 差距不明显 来我们看 这个数字 差大不大 大 4.43 已经远远的 大过了 1.645了 所以我们说 结论 显不显著呢 显著 显著的意思 是代表的是 我拒绝H0 我认为H1 比较对 就是男生的比例 仍然是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检定出来的结果 看看 拒绝H0 来 我们再来做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就会比较不一样的题目 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集中在一起来做 某洗法经制造商说 他们可能是比较女性的 香水的香水洗法经 他说女性顾客 比男性顾客 至少多20% 就是比较属于女性的口味的 那么我们随机抽了 300个女性 120个是用 这个 那很风行 再来200个男生 50个人也用这个 那么我们来检定 这个制造商的宣称 制造商是宣称什么 多20% 来我们看一下资料 N1是女性 300个人 男性200个人 P1是多少 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120个 除以300 0.4 这是0.4 那这是几 0.25 200个里面 有50个 50除以200 没错 好 现在我们的虚物假设 各位同学注意这件事 他说 多 至少 20% 那就0.2 注意的是这边 这个地方 是 多的 我们不拒绝 我们只拒绝小的 小于0.2 我们就发现 我们用的是 P1-P2 这个数字 那么现在我们来想 以这种情况来说 P1跟P2 可不可以建立 相同的假设呢 就不行了 他这两个已经代表有差了 所以我们用Z的时候 各位同学 乖乖地使用 这个原来的 不可以再把它 混在一起 因为以前混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为 P1等于P2 那么现在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P1 hat 减P2 hat 是多少 0.4 减0.25 那么这里要写什么 我们以前都写0 对不对 不对 这个地方要写什么 0.2 这边要写0.2 这边是带进去 这是第一个N 这是PQ 这个P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 只好用P1 hat 乘以Q1 hat 这个是0.25 那就是0.75 好 计算一下 我们发现 负的 好像负的也没有很严重 那么我们看看 实际的去做 查表的工作 会如何呢 因为它是单位 而且是大样本 那么我们查了一下 0.05的话 那就是0.45的位置 在这里 跟刚刚那个一样 那图的话呢 是画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来说 因为拒绝的位置 是在小于的部分 是在左边的地方 所以它是个左位显定 这边0.05 那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 大家应该知道了 负的1.645 那么现在题目来了 我们的这个值 是多少 我们的这个Z值是 负的1.19 还在里面 有没有跑到 红线的位置呢 没有 没有的话就代表的是 差异不够大 所以我们是 结论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 就是代表的是 接受H0 那么P1跟P2 有0.2的 这个差距 这件事情 能不能成立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 洗法经制造商的宣称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一个 母体比例差的一个检定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 多半都是以大样本的问题 我们几乎看到 现在目前大学的 除了统计系以外 其实一般的商用的统计学 都是只有做到大样本的问题 小样本很少 再过来 我们要注意的 虚无假设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注意 如果说虚无假设是 P1等于P2 那么我们要记得 我们就要用一个P来 直接去取代这两个 因为它已经相等了 所以这要注意加全的动作 如果P1跟P2不一样呢 直接算 是这样做的